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美国野狗吃了 也绝不愿留在中共国 随着中共的禁止出国和年龄的真老 加之目睹润到海外的那些人士们 不是各个四分五裂另立党派 就是人人想做超人一等的领袖 这也就使我失去了对润的渴望 在放弃这种想法之后 倒是有了另外一种思维 就是你感觉这个国家值得你爱 那么就应当留在你所爱的国家 并加入到国家号召的行列 倘若你不爱这个国家 那么你就应当抵制这个国家 使你不满的行为和决策 如果国家机构对你采取暴力行为 那么你就应当以牙还牙 用同样的方式来应对国家暴力行为 总不能丢下妻儿和父母 自己逃到国外去享福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所以我赞成那些抵制俄罗斯人入境的国家 因为这些润出去的人 不是写贪生怕死的懦夫 就是投机分子 一旦利益放在他们面前 一定会较强并转向 就前两天那些手持美国护照 在美国庆祝中共的铁局粉红们 就是这类的投机分子 我建议 美国应当按照中国5000年 将冈文化的最经典用语 物以内聚 人以群分 把这些爱国粉红驱除出境 让他们回到他们所爱的国家 让一些不爱中共国的人 自己选择 能够接受他们的国家 至于我的最后拮据呢 除非中共将我像索尔仁尼琴那样 被驱除出境 否则我就一定死磕到底 绝不去学那些口口声声 不自由母宁死 而自己悄悄润出国后 又借网靠嘴 吸取点击量 做口炮勇士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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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